有这么一个小村庄 里面有两个光丁娃娃一起长大的 现在都二十多岁了 一个叫徐昌 一个叫周丽 这个徐昌啊 非常的勤恳 每天气到贪黑的 夏天牢索 但是一年到头啊 紧够糊口 这周丽呢 是他家邻居 这个周丽啊 有点尖酸刻薄 有点贪图小利 小心眼 他过得就比这徐昌好 徐昌在农忙 夏天种田 农闲的时候呢 就得进山砍柴 然后把柴背到镇上 换点银两 换点米面油啥的 这天进山砍柴 在归来的路上 突然就发现远处的草地上 有一头小牛 青黑色的 正在这草地上吃草呢 徐昌一看 这小牛长得真好啊 青黑色的 挺好看 这谁家丢的 那得急死啊 为了不惊动这小牛 然后慢慢靠上去 把柴放下来 一把把这小牛耳朵就给揪住了 这口可逮住你了啊 不行跑了 跟我回家吧 等你主人来找你 这小牛一点都没害怕 也不挣扎 也不挣扎 跟着徐昌回家了 到了村口 周丽迎面走过来 一看徐昌 牵着一头小牛 哎 谁家的啊 好 我在山上看见的 不知道谁家的 哎呀 这下个妥了 你自己留着呗 哎 那哪能的 溜得人家不得急死啊 我先养着 以后啊 谁来找了呢 我就还给人家 对 你个鱼木脑壳 活该你这辈子受穷 周丽就不满意的 那眼珠都痛红啊 然后以后这徐昌 每天就牵着小牛出去放 让这小牛吃嫩草 家里边有一间破草房 才腾出来了 让这小牛在里面住 遮风挡雨的挺好 就这样过了半年多了 也没人来找牛啊 这小牛啊 非常的聪明 身体啊 不太大 现在也就半答子吧 但是经常主动啊 往那车套里钻 他要下天要干活 徐昌一看 哎呀 你还小呢 不能干活 这小牛灭灭之叫唬 那行 那你下天试试吧 我跟你说呀 不能逞强 要是拉不动啊 你还是回来歇着吧 这小牛拉着这个车 就下了地的 但是你别看这牛小啊 拉车拉里 离地啥的 那毫不费力啊 那天跟的是又快又好啊 徐昌在后面扶着离 你的紧赶慢赶 你才能跟上这小牛的步伐 旁边种地的村民一看 哎呀嘛 这玩意奇怪了 这小牛力量真大呀 旁边这周立 这功的眼睛就更红了 他家没有生后啊 厚着脸皮 来跟这个徐昌 借着牛 那什么 徐昌 牛借我用用呗 我更点甜 然后就还给你 借你用 那倒行 但是你可千万给我喂好了啊 草和水茶都不能去啊 还放心吧 周立牵着牛 笑嘻嘻地走了 他心中不平衡啊 你看 一徐昌白捡了这么一头牛 他啥没得到 每天 以前还笑话着徐昌呢 把这牛牵下田了 他哪心疼他呀 从早晨到晚上 就使唤了一天 中间都没休息 一点没喂水 也没喂料 也没喂草 把这小牛累得 忽视带喘的 叩吐白沫了 那不走 还拿鞭子抽呢 把自己的地 所有田都耕完了 牵着牛 送回来了 小牛回到徐昌家呀 一下就趴地上不动的 累了 徐昌一看 周立 咋回事呢 借手咋说的 这牛咋累这样 畜生 他累怎么的 你白白捡了的 你再喂呗 不就就缓过来了吗 还心疼他 这周立啊 恬不知耻 还狡辩 徐昌一看 从小长大的 我就知道你这人不咋地 今后啊 咋地啊 你是你 我是我 滚 把这周立给捏走了 周立一看 捏我 地也跟完了 那什么吧 走就走吧 此后这二人 就不再来往 但是这个周立啊 坏 他心中啊 非常眼红这头牛 这不又受了徐昌 那碾他的气了吗 心话的 这牛要长大了 这徐昌 得得中多少地啊 不得发了头啊 这工事 我要把它卖了 那钱哪 啊 凭啥也好处 都让你徐昌得了 想来想去 一不做二不休了 在一天夜里头 半夜了 偷偷在徐昌家的墙上 打了个洞 把这小牛就偷走了 藏进深山里的 一个山洞边了 徐昌两天早上起来 发现小牛没了 那就着急了 央求这村民们 就四处帮着找 周立也起来了 假模假样来帮着找 结果呢 当然是毫无所获了 后来村民们都放弃了 只有徐昌不肯放弃 他认为这个牛啊 不可能丢 也不可能走出去 一定是有人偷了 一有空就开始四处寻找 两个月后有一天 徐昌就发现这周立 不通寻常 在后面就跟着他 就看见这周立 进了一个山洞 不大一会儿 这周立出来了 走远了之后 徐昌赶紧进山洞里一瞅 哎呀 小牛正在里面拴着你 太高兴了 上前抱着这小牛 小牛啊小牛啊 你可让我好找啊 谁把你拴在这儿了 是不是周立 这回啊 我回去一定报官抓他 他刚刚说到这儿 那小牛忽然开口说话了 没 是周立干的 啊 这 把徐昌吓了 往后退好几步 不知道咋回事 你咋会说话的 你曾经 你不要害怕 我不会伤害你的 你到底什么妖怪 我哪是妖怪啊 我原本是神兽麒麟 出犯天条了 被罚下凡间 做三年女巫 你无意间把我带回家了 我看你人挺好 我这才帮你种田啥的 啊 那那这样啊 那周立那工人签 你咋跟他走呢 你咋不使用神通呢 哎 赎罪嘛 自然不能随便用法术 也不能开口说话 只能任由被人手折辱啊 但是今天啊 我赎罪起满了 我可以开口说话了 也可以使用法术了 哦 这样啊 这时候 就见这小牛就地一滚 化作了一只五彩麒麟 把虚伤吓得赶忙 就跪下了 哎 主人 你不用跪下 毕竟你给我做过三年的主人 我最后教你一声主人吧 感谢你这段时间里的精心照顾 一抬嘴 吐 吐出一块拳头大小 这么金块来 啊 这点东西你收着吧 哎呀 这这可要不得 嗨 你拿着吧 我留着它没用 你拿着金子啊 取其生子 你们邻村有叫赵如雪的 你不挺喜欢它吗 他呀 也是个有福之人 然后你拿着金子去跟他求婚吧 能成 今后啊 你嫁到会兴旺的 啊 我就走了 说吧 腾空而去 徐昌待在这山洞里 就好半天 后来醒过来之后 拿着金子回了家了 翻修房屋 买田置地 又向赵如雪的父母去求亲 后来与赵如雪结为夫妇了 夫妻恩爱 后来生下一个孩子 非常聪明 这孩子25岁中了进士 当了官了 咱们再说那周丽 徐昌呢 后来真没有找他 一看是五彩麒麟 也不是寻常的牛 周丽也没有好下场 果然 从此以后这周丽呀 病病痒痒的 别人都没打地呢 他呀 不是这病就那病的 没几年 就去世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